即將出任新政府割盔的林泉 對媒體訂出了三步 要求媒體不要打電話到他家 也不要在馬路上突襲他 不過現任行政院長張善政不太認同 他認為應該要善用媒體管道 但是因為張善政只剩下兩個月任期了 今天民進黨立委質詢的時候 還刻意要他坐著聽就好 你在聽就好 頭一遭立委質詢叫行政院長坐底下 一場成為立委獨秀 開始15分鐘台語演講 說的原來是辛格奎出現了 不質詢張善政也罷 現在我這個時間 這個在這裡質詢 到底是不是未來的政策 在這裡是說這個方向 到底是怎樣 我看來是很困難 他是說辛格奎已經確認了 問質詢好像有點奇怪 好像有這個意思對不對 我尊重他 你不覺得樂得輕鬆嗎 有點那個樣子 開玩笑 開玩笑 沒有官員架子的張善政看得很開 即便上任及看守 清明作風還是被說是馬執政以來最佳隔魁 這一點更說出了媒體散布 要求別打電話到他家去的林全很不一樣 張院長隨時歡迎賭麥 今天早上你還接受賭麥 你會不會替他擔心 他這個起手式 不像你身段柔軟 然後那麼親民 那你對他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言 媒體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溝通管道 這個管道要盡量去尊重他運用他 認為官員要尊重媒體 成為張善政給林全的第一個建議 張善政個人風格明顯 連時代力量立委洪慈庸出登場 也稱讚院長有血有淚 大家在這幾個月看到你 大家會覺得你是一個有血有淚的 一個行政院長 在馬政府這幾年來 是唯一一個可以給大家覺得 我們是不是有可能有一個比較 可以聽到民意的一個院長 所以我今天透過這個機會 把這個資料交給你 親手交給院長黃國璋案件照片 但即便是自己最熟悉的軍中案件 洪慈庸講話仍不斷結巴 宣前捲幾千層浪 終於站上國會殿堂 坦言敵不過上場會緊張 約人TV吳晨漢區域 黃英辰台北報導